以暑假的活動的話 就會針對國三生高一 那當然希望他們在進入高一之前 就先有一個心理準備 或者是做一個銜接 他可以大概知道說 我高中要學什麼東西 然後我國中可能什麼東西是我學過的 但是在高中會拿出來做實用 對 都是暑假的課程都是針對這個部分來做複習這樣子 那但是我們在課程進行中 其實也都會有那個針對高一跟高二的學生 當他覺得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還是有做抽離式的補救教學 那抽離式的話就是會由他們的導師 或者是數學老師覺得說他需要 然後我們就抽離出來這樣子 大概第一次斷考之後就會開始詢問說是不是有這個需求 對 那時間就會每個禮拜抽一節課 在那個輔導課的時候 第八節 第九節課的時候抽出來這樣子 如果是抽離的話就是同年級 然後會是同群課 對 就例如說可能是這個英文課他們需要 那就是英文課幾個學生抽出來 那就只有他們而已 那如果例如說資訊課需要的話 那資訊課才抽出來 我們在另外一個時間再對資訊課的這些孩子做輔助 對 不會讓他們混課或是混年級 不會 對 那其實就老師大部分都要支援 所以幾乎每個老師都有上鍋 我覺得其實落差是很明顯的 應該是說差異是很明顯的 我們對國上升高一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銜接 或者說是一個在升高中之前 我們希望讓你重新對數學有一點點興趣 或是說覺得不要那麼害怕 我來這邊其實不是說數學就會很難 然後會繼續讓你覺得很受挫 所以我們在暑期這段時間的話 它是活動量會比較大一點點 那我們就要花很多時間去設計它的課程 然後當它從遊戲或者是從互動 或者是從一些其他的觀念裡面去覺得說 這個東西我可以這麼去思考它 那就不會覺得太壓抑 或者是就是只有當成在計算 那但是我們在學期中的時候的輔助 當然還是希望說你是出現問題了 你需要去補救 那我們就針對你在課堂上面遇到的困難 也許你是計算的時候可能很容易在某一些運算上面出錯 例如開根號 或者可能是你在解引力的時候你很容易初心算錯 但這個在團體講述的過程 它不太容易被發現 我們必須要一對一一對二 這樣子學生量比較少的時候 我們才有辦法去看它的每一個計算過程 知道它是什麼環節出了問題 那所以在學期中的時候我們就希望說 學生輔助的量不要太多 那我們可以去看它的算勢 可以知道說它是什麼地方有困難需要加強 或者是需要補救 那就會比較針對在它的課業上面 就不會是單純的提起興趣或者是 讓它覺得遊戲或者是覺得對數學重新有熱忱 而就不是這個方面 我覺得其實孩子自己的意願是蠻重要的 但是它只要第一次進來了之後 你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 或者是它自己會很明顯的就跟你講說 它覺得這件事情是有幫助的 它在課堂上面其實也不是說它不會 而是它有時候就是容易分心還生 然後等到它回過神來的時候 它就發現好像又已經是它沒有辦法跟上的 就錯過了那幫公車的感覺 可是當它再重新回到輔助的課場上面 它可以慢慢的按照它的速度 然後我們慢慢的等它 它就覺得說這東西其實我會 我只是之前以為我不會 我覺得如果從國上這個活動 它其實就有參加的孩子 它在之後它要持續的做輔助這件事情的孩子也是有 對 可是我覺得它們都會心態會調適得很好 因為它其實國上升高一這個我們本來就不是強制 你要參加這個活動了 那它在上高中的第一階段它就願意跨出去 它願意尋求幫助 甚至後來它第二次再進來這個輔助課程的時候 它們很多都是志願報名的 甚至有時候它可能已經覺得我已經有進步了 我還是持續想要報名 它們看到我們的時候都很開心說 嗨 我又來了 對 它就會覺得這是有幫助的 而且它來這邊 它不用擔心它問的問題會被同學笑 它也不用擔心說它問的問題 可能老師會覺得說 我不是剛教完 你怎麼又再問這個 它可以很放心的問它想要問的問題 然後去按照它的進度解決 那我有時候覺得這有點像是家教 可是又更符合你個人的進度 然後又不用付費 那其實是對學生來講 他很放心的在這邊跟你做一對一的輔導過程 其實回饋的部分就都是還蠻一致的 就是說你如果說從他的個人的特質 他當然是變得比較沒有那麼害怕 然後稍微自信一點點 當然不是說很有信心說 我就一定都會做對 可是他會至少知道說 其實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難 或者高中的數學並沒有像 他以前過去經歷的這些東西說 他就是真的一竅不同 他們會有一點點的信心去面對這樣的問題 去挑戰這些問題 那當然還是會遇到挫折 可是他會知道說有人願意在後面輔助他 這是心態上面我覺得一個蠻重要的轉變 那你說實際上會不會有什麼很大的進步 我覺得可能成績上面也不會有很大的進步 他會很緩慢很緩慢很緩慢的進步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從原本是我就是發呆 然後交白券 我就是ABC就亂拆 但是我現在我願意試著去寫 他會從20 30慢慢進步 那一直這樣子持續累積下來到三年級的時候 他面對那個統測的考卷 他不會害怕說 我覺得拆完了我就交卷 他會願意至少嘗試我把它做完了 那通常這樣孩子進的考場 我覺得拿個軍標回來的也蠻多的 就是心態上面不一樣 他是願意去做 那當然做對做錯他只要說不能強求 可是他會多一個願意嘗試這個動作